星期六 又是星期六 回到八十下運有世界 你身邊有個 不知是甚麼蒙面盒 很明顯是一個病人 病人醫人 我已經咬到咬 照堅持做節目 然後我們的嘉賓又遲到了 所以我們已經延遲了一會 才開始 還未有他 我們可以講著 上星期發生的一件 關於我的事 一件私人事務 是否有點怒火 不是怒火 你簡略講解 其實發生甚麼事 上星期就是 你會看到一宗新聞 你又放在微博 說了一個Lemo 我去打電話給記者 趕去抽水 還有博應上 還是那個Lemo 還是那個Lemo 我不會認自己是Lemo 因為我覺得我的年紀 不應該認 但他比我更老 就是真的 是事實 他比我更老 然後我覺得 但某些地方比你更大 真的 他的胸比我更大 拉長 你頭可能更大 我覺得胸是可以濃 腳是不能搏 真的 我不是攻擊人 我只是說回這件事 切物對第三者作人 我沒有 我可以濃胸 濃到他這樣 但腳是不能搏長 OK 好 踩高橋 然後呢 踩高橋也不知道踩多少 這件事 繼續說回這件事 我跟記者說 他那天來踩場 做訪問 但其實他不是嘉賓 他在報道中聲稱 他是來打招呼 據我所知 因為懂製作 所以他來打招呼 但我不明白 如果你是來一個活動 打招呼 你會做TVB的 影片訪問 和友善訪問 和所有報章 暫時的訪問 那你都叫做 不是抽水 那我覺得你好得 當然我知道 我打電話給記者 會令他上多一宗新聞 但我覺得 都要拿回公道 起碼可以幫殷永山 和 花曼、周杰倫、陳日豐 拿回公道 大家都是 我們都是 多日活動的來賓 即是我們直接是評判 和表演嘉賓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 九五八八的人 來看show 會自己做到訪問 而令到本身 真是 在活動裡面的 但其實現在多不多人 是 做這樣的宣傳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 踩場不重要 我覺得Phoebe可以這樣 說踩場動漫節 那 事情是對的 因為動漫節 即是他要宣傳一下自己 出了寫真 對 還有他扮女僕 他都可能被大會趕出場 我覺得 就算是趕 因為太多人騷動 其實不關他的原意 我覺得他是對的 因為 都是那一類的事情 但是 別人是選中香水代言人 是一個牌子 要給一些普通的女生去參加一個比賽 選香水代言人 那我們是用評判身份去做 我不太明白那個人什麼事 要去 即是突然走過來 他又不是賣香水的 他是賣寫真 為什麼你不去動漫節 你不去書展 你不去銅鑼灣鬧市 或者你不去旺角 可能經過近 或者走腳 那你都說得你是打招呼的 這個活動 為什麼你要做訪問呢 打招呼 他說他不是騙訪問 是騙照 你來打招呼 你怎麼再來去記者做訪問 而且很搞笑 我和一鳴先生 和花曼洲叫人 陳鋒在拍合照的時候 三個人 他是自己來去記者拍大合照過 即是傳說中的攝石人 他走過來 Hello Hello 是不是很害怕呢 去到哪裡都見到我 我無處不在 一起拍照 他自己這樣走過來 我們三人在拍照 已經拍了很久 拍照 突然有一個人這樣 我們前面擋著鏡頭 就跟記者說一句這樣 然後自己上去拍照 就把三人合照 即三個嘉賓的合照 變成四個人 但那個人 是在一個獨立中 沒有出現過 大家都 我們拍照 有三位都不知道他 什麼事 那一刻 那一刻是拋頭 事後才拋頭 事後才拋頭 原來想深一場 才發覺這件事 好像是 然後我們找PRO 聊過 為何有這樣的事 為何你們不通知 我們有這樣的人 為何 他會做訪問 為何他會說 寫真 那麼有趣 但PRO也不知情 其實 PRO就是告訴他 你可以過來看表演 沒有說我可以做這種事 對呀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挺不公平的 我會說 如果別人認為 這樣也不是 訪問和 拋拍照 我直接告訴你 那有沒有人會 走去別人拍照的時候 跟記者說過這樣的對白呢 然後問 殷明先生 如何訪問女生的準則 但你竟然 搶咪回答 我覺得很有趣 但你不是評判 你為何回答這個問題 我很想問你 OK 那我們 Niami的 這個叫什麼 控訴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我覺得是委屈 對 Niami的控訴 先告一段學 我們加分 我們加分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來 Mitta 有了思想 你這樣做什麼事 你見不見我以前是忍者 你把我患病 不想傳染你兩位 你跟我說我又搭過 你們穿衣服和口罩 OK 口罩 很合襯 我們其實你之前 你夾過的 是嗎 家文是不是試過有車禍呢 不是我 不是我有車禍 是我們的地區有車禍 沒有車進來 沒有車出去三個小時 這麼糟糕 是啊 很嚴重車禍 很嚴重 太子道 今天可能有新聞 太子道西 那也好 你現在趕一次就OK 那我們再請Vita上來 上次是跟我們說過這個 泰國美食 泰國美食 放到一桌 真的很懷念 我看來下次又要再 吃到整個錄影廠 人們都進來吃東西 最有趣的是 帶著舅父 姨媽 姨媽 姨媽和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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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跟我鎖頸 就是唯獨我沒有試過 對 你沒有試過 你不敢試鎖頸 那今天Vita上來講什麼 Vita你上來想講什麼 這個問題 我們要講回正式 因為上次 我們沒有提及過Vita的正式 我們只是說他是半個泰國人 叫他講泰國文化 其實Vita有正式的 他是有一份 高薪厚職的 高薪厚職 還有一個年紀輕輕 就已經有自己事業的 一個事業營女性 事業營女性 我喜歡你的名字 那你介紹我自己是從事什麼事業的 其實我本身就是教小朋友 教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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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耳塞塞的 OK 好 繼續 我盡量都正音正視了 今天 教小朋友 對 教小朋友 我們接下來會開一個比較特別的班 就是一個 異童名無台風課程 是的 是的 那也請了一個那媽咪 對了 你做我們的那媽咪 那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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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們的首席導師 教小朋友 怎樣可以在鏡頭 很自然地表達到自己 還有 拍照的時候 他們怎樣擺姿勢 但我反而又回歸當初 好 問問你為何要開始做友誼教育 先 友誼教育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教友誼教育 我教小學 是的 那已經十年了 我還說了自己的年齡出來 不會 總之我們是80後 我們是80後 我們是80後 80後 要強調我們是80後 強調我們是80後 但是近這幾年 就先開始創業 不是先開始創業 即是我十年了 創業創了 ok 近這兩三年 就開始家長 就比較著重小朋友 可能全面一點發展 以前就是 你讀書 你讀書都讀不好 你不要搞那麼多 最多學琴 畫畫 但是現在家長就覺得 我不是 小朋友原來發覺了很多 都缺乏自信心 是 那他們就反而想培養 他們這個方面 何而見得呢 即是現在開始小朋友 即是上一些補習班 已經看到他是這樣 其實是的 還有家長 他們會覺得 如果有這些課程 可以訓練到 那為什麼呢 有時候 因為可能在學校 小朋友有時候 不是一定成績好的 成績不好 那一班小朋友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信心 那你知道 整間學校 可能成績好得 10%以下 那些小朋友 家長就說 怎樣才可以令到 他們又不會彈琴 畫畫又不漂亮 讀書又不厲害 那怎麼辦呢 這樣 然後我們就 跟一些導師設計課程 之前就跟長金老師 有一個兒童演說藝術的訓練 其實都 我覺得都幾成功 那一班小朋友 其實在他們的學業成績 就 因為剛剛有一年 我們看到成績表 現在每個人都有進步 學校的表現 因為學了這個才藝表演之後 他們在學校的讀書成績又更好 其實 表現更好 就是 老師會注意到小朋友 可能他們咬字清晰了 讀書的時候 有些節奏 有些抑揚鈍振挫 好像有點不同 而且 EQ高了 因為我們會跟他們說 導演拍戲的時候 你們不准黑臉 不准這樣 要沒有情緒 要訓練他們沒有什麼情緒 除了對鏡頭 導演要你做的 其他人都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情緒 對鏡頭 可能訓練了一年之後 家長說 最大的得益是 他不會那麼容易發脾氣 但是那些配音班 其實學了之後 有沒有覺得 好像我看波兒 那些 找小朋友配音 我們最近 能不能說 我們其實最近 帶了小朋友去配 好像林峰俊 就來做一個電視劇 八蛇轉 還有爆笑福祿秀 早已插繩 即是他們會 裡面有參與的 對 參與演出 不是 配音 聲演 聲演 對 OK 你小時候有沒有試過 玩這些廊重的東西 其實 我小時候真的沒有 芳溫那年 我的班有45個人 我們聖誕節 沒有聖誕聯歡會 每一班都要做一件事 之後 我代表我那班長狼 中了一段歌詞 然後就全班開始唱歌 即是這次是觸碰到人 意思是 可以表演一下 現在表演一下 我做甚麼歌詞 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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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即是鄭秀文 翻唱那首 對 剛才媽媽是鄭秀文 翻唱著 八分八感覺 八分八感覺 他用結他那一段歌 然後 我們那個老師 那年方溫 老師就說 那可不可以 大家要跟我投票 然後再選了中文成績 比較好的歌 但有沒有學過 沒有 即是臨時拉夫 不是 我們找了十幾個同學 就是成績 選擇的 對 每個人出來試練 那些東西 然後重學投票 我們全班最高票數 然後每天放學 會有 會有 MISS去 教我 特意 特意 就是對著我 即是one on one教你 對 one by one教我一個 OK 從九月開始 到十二月 有幾個月 就是經常唸那段 每天都要唸一次 到差不多開始的時候 我會唸多個其他同學 因為我特意在合唱團 排四層 中間正宗那個 有支麥克風給我 那我讀完之後 我就退回去後面 大家同學會唱歌 我有 反正我有浪中歌 我完全沒有試過 辯論 完全沒有試過 辯論 但其實是否學了比較好 我們小時候好像沒有什麼系統 配音班還是什麼 配音也好 很多人都會面對別人說話 因為我很小時候就有拍戲 我十二三歲就已經 參與教育電視那些 但我不是主角 那時候 我是那些林記ABC 我小時候跟唐靈拍過戲 即不是等一軍那些 不是等一軍那些 可能是一句對白 老師 不知道什麼什麼 但我是一鏡那些 但我也有對白 而且以前跟江麗娜拍過肥貓 那年我Volum 2 我有對白 做了同學 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但我小時候江麗娜很多 我小時候叫江麗娜 現在叫唐靈 我小時候她很多 但就 Casting還做了同學 那我已經有演出經驗 那比我的同學 當然聰明很多 那你怎樣培養你的演出經驗 沒有 我表哥是明星 我意思是 譬如你有些小朋友 你去教這些班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很害羞的 即是現在這一代 會有 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很主動 另一種就是很極端的害羞 其實我們 其實一年的課程 我們分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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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加一些動作 教他們怎樣可以說故事 站在那裡 到第三部分 就當作 這個配音那個 對 就像主持人一樣 我們幾個 給一些小朋友給一些稿 也有些位置讓他們自己想 怎樣說 做一個節目 然後 中間會再集一些配音 你那時候也來過我們 對 配IQ博士 對 配IQ博士 對 配IQ博士 我們接下來也有一個親子的配音 OK 對 月美 但你自己有沒有學過呢 沒有 沒有學過 但因為我本身有少少不同 因為我呢 那些翻譯的工作 即場翻譯 即場 因為很依賴你 對 因為比較少人懂泰文 好像一向都已經有訓練 所以就 又有少少不同 經驗 對 即是由小時候是逼著 逼著上馬 然後就開始習慣了這個模式 但因為小時候又不會特別怕醜 即我不是很怕醜的人 那現在大部份 現在教師小朋友都很怕醜 嗯 除了你某幾個被我活躍 不是啊 上次來的 因為一半 因為我們 用藥的東西衝過來 因為第一批一定是用藥的 自己舉手那些 然後現在第二批 即今次我們Casting那批 就一定是 每個人是沒有信心 那些媽媽說 我想他們這麼有信心 就像這班小朋友 今次這批 每個人都會比較害醜 這個都是配音的部分 明無的部分 明無的部分 OK 但配音那個你教了多久 一年 配音那個已經一年了 對 即是一年開始 剛剛有一年了 OK 我沒有 我有學過配音的 我曾經有學過配音 我曾經有學過 我是去文化中心的學過配音的 學了一段時間 我那時候是配亞時的劇 還有配小丸子 即是對著餅帶 還有那時候是VHS對著來錄去配音 我覺得配音是很有趣的事 我也覺得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 對 對 數口 還有用聲音去表達感情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演繹 也有很多種笑法 對 我覺得比較難 就是我自己真的參與過 我也覺得 或者我曾經採訪我們那個班 其實我覺得 配音或者這類的演出 其實很講天分 那也是 也有詮責 是很講天分的一門 但小朋友多數都可以配得很好 是嗎 但為什麼 他們是投入 是不是投入 即是很快就做到 好像老師說不行 再做過 他們下下 第二下就會做到 反而我看到大人 我有見過長坑老師教大人 大人很害怕 其他人聽不到 笑我 即是放不開 對 但小朋友是 可能是差一點他們不懂得讀字 不知那個字是為什麼 即是他們的難度是 可能是不懂得讀這個字 不知為什麼 或者不知怎樣讀 即是你要教這一個 但反而教他們怎樣 去揉一些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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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揉出來 媽媽 那些就是很快 就可以很快 即是現在搞完第一部份的配音 推出了你這個全新的名模版 是的 為什麼呢 其實都是這群演員出來 怎麼構思的 你一個人 也有幾個朋友 其實我們的小朋友 開始發覺了 有些看中了 有些可能是導演 或者什麼 發覺了原來要去Casting 原來他們是對著鏡頭那一刻 平時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假裝做節目 他們沒有東西 可以的 很自然 對著鏡頭說話 介紹自己 就害怕了 或者對著鏡頭擺姿 就開始害怕了 因為那個人你不認識他 是的 還有其實Casting也不是標準的 嗯 即是你公多藝術 可能我有做過Casting 那很多 我曾經台灣去做製作公司 之後進去選藝人 選新人 那時候做製作公司 我有進去做過一個多兩個月 但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每天Casting 一些完全不懂Casting的人 他是浪費我們Casting的人的時間 不懂Casting的人 即是你的意思是見那個人是不懂Casting 即是你面對那個人 我是見他那個人 我是代表公司去選擇 總之可以跟不可以 就是主決於我 因為我面對他的人 我是幫他拍片的人 而我覺得很浪費我的時間 我教他們 就是很簡單 我跟他們說 介紹我們自己 那他們就開始說一說 即是多少 我給我多時間 給20秒介紹自己 那些人都會說不到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會看到那些反應很奇怪 然後你說笑 給我一個側面 給我一個側面 轉個圈 全身 然後他們叫他笑 我就說OK 就開始有一段戲給他們試 那些 你每一次在Casting 你都不知道其實要做什麼 就是那個人很空泛 你現在喝水 那支水很好吃 你都要做這些反應 但是那些人 是 蛤?我不知道怎樣做 就是我要Casting 你的反應做得好嗎 我才會選不選你 但是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Casting 前面 其實只是介紹自己 什麼側面 四十五度角 那些已經 已經令他沒有機會了 他可能已經連後面那一陣 都已經抽氣了一段 但當初你自己 還不是Casting 你被人Casting的時候 我從小時候開始Casting 你第一次試Casting的時候 十二歲 在銅鑊灣被星探發掘去柯達大廈 我當時又跟當年的校草一起 那個男生有拍過《星出瑜伽》 然後是黃蓉 梅蓉大過我很多 哈哈 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小師妹 我們一起去的 當年 然後 那時候Goria已經長大了 但她也是不懂的 我們全部人都不懂 我們全部人都不是做這一行 我們全部人只不過是和我走街 被人發掘了 其中一個男生是 那個男生很好 他 因為現在已經在選校草 所以有些經驗 對 他已經入了十強 那廣告好像用了他 但我們其他人是沒有的 會看得出很明顯 那個男生很淡定 去說自己是甚麼 我們說不知道 我們在銅鑊灣被人抓過來 那些 蛤 我又不要拍我了 還有我試過去友善Casting 我過了 我哥哥過不了 但那個遊戲是要一對兄妹 或者姐弟姊妹 總之你兩個人一定是有血緣關係 但不可以表兄弟姊妹 總之要是兄弟姊妹 但我過了我哥哥不行 他對鏡頭突然說不出話 嘖 我不知道在說甚麼 可不可以拍我 這是一個普通人 常常都會遇到的反應 所以學習Casting 也是你其中一個範疇 其實是 還有我們都會有些小模特兒 接下來我們有個小模特兒比賽 就想連小朋友怎樣去走 Catwalk 怎樣可以很優美地走 由Casting開始 即是模擬你怎樣充當一個模特兒 小模特兒 這樣 我以前也試過Cast人 你說起 為何現在才想起 我現在 我說起友善 剛剛她說起友善 因為我友善那張也有Cast過 但 其實我覺得Cast的時候 也有很多關心 由樣子 聲線 整個造型 不是啊 我通常不用說話的廣告 很多種 哈哈 因為我發聲不好聽 對 就是這樣 反應取勝 有時 可能我之前拍過你們友善的廣告 是我一個人要扮 她的友善廣告真的很出色 現在還在播 不是那個 另一個 是相智神偷那個 是 我現在穿黃色衣服 然後有一個穿橙色衣服的我 是要一起踩單車 然後我要餵一顆魚蛋給她吃 但其實 我是一個人 我自己餵我自己 但我成功到 肥仔衝來問我 咦你是不是有個孖生姐姐還是妹妹 我問我 為什麼我說過 又是你來的 又有兩個人 我不是那兩個人 我是Key下去 所以這個是 模擬一個成功座 一個導演 可以告訴我 你是不是有孖生姐妹 即是她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即是我演技很好 哈哈 她不是哄你的 其實她知道的 她只是耳朵跟你說 會不會 沒有必要 即是Cast過那次 就中了 就做了這件事 中了 其實我很多時候拍廣告的 我覺得 不過其實不是Casting 有些都說靠運氣 還有靠Cast你那個 即是那些家長神問我 這個問題 這樣要個客人喜歡你 對 會不會這樣很適合眼圓 就算你的樣子 我很喜歡你 但你是不會演戲的 我沒有必要浪費時間 即是 我找了你來 因為我們剛剛之前 有些小朋友去Cast教育電視 接下來有一個基本法 他們去Cast 很多小朋友一起Casting 但每個人都是靚仔靚 即是說真的 我看到每個人都很有趣 很笑容 很靚仔靚女 那他們怎樣Cast 即是你有什麼可以 對 怎樣可以Cast 你是首席導師 因為那些小朋友 有些小提示 對 有時候可能看回角色 原來我的角色可能是一個很沈默的男生 但你太活潑了 你已經不適合角色 即是外形要配合他本身的角色 是其一 那一定是導演選擇 第二真的是在反應上面 有時候樣子真的很漂亮 但小朋友做不到那個反應 其實可以看現在很多同聲 有些東西其實真的不是很有趣 尤其是TVV有些很好戲的小朋友 其實不是真的很有趣 但他們做到反應 我記得那時候 我和那時候有個約會 有個小朋友的復生 現在長大了 我給他拿回照出來 那天也是挺英俊的 但那個小朋友真的很好戲 即是你會和之前有個Jeky仔 小時候有張宇冬 其實你可以看看 他在那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真的很厲害 那如果小朋友去Casting 其實是要怎樣 有些什麼 有些小朋友不喜歡笑 因為我經常聽到你說 就叫小朋友笑 一定要笑 一定要笑得開心一點 因為其實是很基本的 一個禮貌 因為如果你的樣子 可能不是很有觀眾緣 那你還要進去 有笑容去答救他 所以就要 可能萬寧妹妹都不是說 萬寧妹妹是很可愛的 不斷笑的 就可能這樣去搏 那個小朋友 我覺得笑是比大人還要笑 因為沒有什麼小朋友的形象 會很酷 除非那個角色是自閉的小朋友 正常的小朋友都應該會笑 還有如果真的是Cast教育這件事 其實都應該感覺要正面 那個小朋友 乾淨 正面 因為你要去講那些 可能數學題 要配回VO 不過這個也是乾淨 因為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那個 又不是說很邋遢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 可能家長也不會特別和他 可能你到四五年班都自己弄 自己穿衣服 會加上跟你穿 但可能長錦路士的班上了一年 那些小朋友是學校的 為何說表現好了 先生會覺得是特別Sharp 可能那些頭髮真的會梳得很整齊 一些指甲 其實那些很細微的東西 可能那件衣服都會剖下 不會就這樣上學 會注重自己的問題 其實我現在想起一個問題 會不會小朋友老職了呢 我自己做過親子版 有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兩歲半 媽媽就把他拿出來 要做同聲 或者去拍很多硬照 那些媽媽的心態就是 我真的很適合青春流線影 讓小朋友多出鏡機會 將來拿去看幼稚園學校也好一點 小時候就會這樣想 但是拍攝一下 其實我真的看著他們長大 拍了兩三年 他們好像越來越老職 其實會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跟以前不同 現在出去接觸人 已經是說playgroup一歲 我想你那時候也三歲 讀幼稚園才說正式接觸社會 他們一歲其實已經接觸人 對 所以現在一兩歲已經在擺帖 這些小朋友很厲害 有時候你會發現 社會都在進步 很多時候 好像現在學校要interview 我記得我小時候去聖母書 interview我怕得哭 都不知道做什麼 你叫我進來 現在十項全能 他就跟你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一看著 已經不記得你媽媽 我已經哭了 因為我當年沒有受過任何訓練 我也不知道我進來做什麼 我媽媽沒有跟我說過 可能別人的小朋友都教好了 我媽媽就說 我進去告訴別人 你叫什麼名字就可以了 然後 她問一些很深的問題 例如呢 我覺得對一個三歲小朋友來說 有點深 你會記得的 現在印象很深刻 嘩 我怕到無論 很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侄女去某間名校 九龍堂一個幾間 試一間 她說問 兩歲半做interview 問那部公園裡面 有些飲水機 有沒有看到 是 知道 香港不多 她問裡面有些什麼 哪裡會看到 裡面會有些什麼 意思是 那當然裡面有水 那你帶一個兩歲半的小朋友 不是那些水機 不是屈神士水機 是在公園裡面的 他有圖片 看你是沒有圖片 有圖片 就會問你這個是什麼 用來做什麼 還有哪裡會看到 OK 那怎麼回答 當然是 她當然不知道 但我覺得她的學校是好的 看看你的家長 會不會帶小朋友 真的經常會出去外面 見識多一點 就是各種的學校都要認識 周遊烈國 周遊烈國 但她當時問我 拿一盒朱古力 叫我講英文是什麼 但我已經三歲了 現在已經是小二科了 當時我連ABCD也沒有認識 26個節目 你問我巧克力是什麼 我已經哭了 我已經哭了 很害怕 然後她問我 爹媽媽在哪裡 然後我在外面 她說你們剛才怎麼來 對 要看你搭什麼車來 如果名校的話 真的會這樣問 頭髮哪個幫你摘 你搭媽媽 如果搭工人就更高分 真的有什麼 現在我們這一節可以說多一點 我想這些有些興趣聽 小一面試 幼稚園面試 如果小一面試已經開始有些照片 是你帶小朋友去外國的地方玩 即是歐洲那些就更好 你可能去工作室拍攝 對 去工作室拍攝 已經很普遍 即是要多這些模式 因為我們的明毛包裡 為什麼會有呢 其實我們會幫小朋友拍攝 做一碗寫真集給他們 讓他們到時升中 或者升小學 這些不是經常有這樣的機會 即是會給學校看 其實學校看 我就覺得是 家長是不是有心機栽培小朋友 即是現在 因為其實成績 學校見到你 你會帶個成績表去見人 也不會差得太遠 他見到你要進入的話 其實你已經通過了第一層 對 成績 他就不會再面試你成績 因為現在不允許做筆試 我小時候有做筆試 現在沒有了 那就要面試 那面試你有什麼事情 你就看看你有什麼厲害 你會彈琴 旁邊這裡有部琴 你會彈琴給我們看 跳舞你會立即跳 我大的時候只有幾歲 那些小朋友真的很慘 對 但是 很大問題 但是在說六千人去考 一間學校可以 派六千至八千獎 但有多少個 那你怎麼可以 如果你做一個校長 你會怎樣選擇 任你選六千個小朋友 真的很誇張 你要想方法去考 你會陪你侄女去嗎 那時候 我沒有 但是我已經猜到是怎樣 猜到是很嚴峻的一個 因為我侄女是兩歲半才開始會說話 因為你知道每人說話都不同 但是很多去考試 其實已經三歲多 都想考名校那班 其實怎樣都會輸竊 其實都是有個經驗 但是名校真的差很遠 你意思是什麼 教育 就是面試的 面試的 面試的 我演過幾間 那時候 Touchwood 我最後進入那間 我是 我家裡認識別人 我直入 不好意思 這麼多年他們會追究 因為前面幾間旅校都進不了 我最後也進入九龍城區的男女校 我跟Rita說過哪一間 進去的訓練 我告訴你我其他幼稚園 原來我身邊所有朋友都不懂 這些東西 走路要沒有聲 吃東西 是鬼來的嗎 走路要沒有聲 小時候被婆婆打 走路要沒有聲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告訴你 因為我最初進去走路 就是跑的 學校就是不被跑 跑要罰的 即是會吸引小孩 不知道這星期跑幾次 就會變成過 叫你跑多十次了 會變成過 要罰期 會見家長的 跑 很大件事 你知道嗎 然後走路沒有聲 肯定 如果你走路有聲 他會佛樓堂 那個老師站著看著 即是如果你有聲 我會在這裡 對 一直走 做什麼事 這樣就猜到了 要走路要沒有聲 慢慢走 然後 所有老師給你的東西 都要雙手接 而且一定要說 麻煩 還有你有什麼事 你不能直接站起來 走出來 就算你肚子痛 你賴事 你也要先舉手 賴事才可以 所以很多同學 即是舉了手才可以賴 你賴了才舉手 因為那邊已經忍不住了 那我的老師見不到 就不准賴了 因為他們不讓他走出位 所以賴了 就賴了 一邊舉一邊賴 已經賴了 或者那些同學 我可以說 因為整個老師都很專心教書 看不到後面的同學 經常都有一些尿心 好啊不是吧 你們是否要不要說 學校還是明校 可以遲些再說 一會每天都會 我小時候很記得這間學校 因為我轉回普通學校的時候 那些同學很急了 真的太急了 就會衝我出去 因為這間學校太有教養 真的會好聽話 而且那個學習環境和氣氛 真的很不一樣 難怪是父母 但不是的 我們那時候的年代 可能比較嚴重 我不是說讀一些很明白的學校 我幼稚園其實是很自由的 幼稚園我就不太記得了 幼稚園我已經讀紋身了 沒有自由過 幼稚園已經讀紋身了 已經讀紋身了 沒有自由過 不可以充滿 好像剛剛那些 我小時候很喜歡充滿 所以我覺得每天回口都是自然 你這樣說起來真的挺嚴重的 雖然我以前幼稚園是不需要穿校服的 哪一間 為什麼幼稚園 真的要穿校服 聖宮 我那間叫聖宮幼稚園 我真的聽過 聖宮幼稚園 聖宮幼稚園有很多機密的 稅園對面那間 那間是很久的歷史 聖坡教堂下面 那間幼稚園 那間是不用穿校服的 我就覺得很累 你是托兒所來的嗎 不是 是幼稚園來的 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英國幼稚園 我小時候只是覺得很抑鬱 因為我要走上頂樓 即是越小年紀 就越上頂樓 為什麼 我不知道 總之越小年紀 小朋友幼稚園的學生 就要走上頂樓 那些課室上課 每天都走到瘋 上去 每天都是吃蝴蝶餅 還有吃叉燒餐包 我小時候有一段 我想超過十 我想我十三四歲才開始吃這兩樣東西 即是害怕了 你每天都是吃那兩樣東西 又是你 又是蝴蝶餅 又是叉燒餐包 一定要你吃完 不吃完不行 但因為我有讀過普通 我低班是讀一些 不是屋邨的 即是觀塘區幼稚園 和入民生的那個 你完全是 這個小朋友來接受 要接受一間 你曾經很自由 不是很自由 即是OK 正常的幼稚園 和一間 好像均分式的學校 名校 那個差別 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覺得很需要教小朋友 因為我已經經歷了這兩個階段 我已經經歷過 我覺得很需要去 小朋友一定要訓練 才可以入民校 或者面試 因為如果不然你真的進去 很害怕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進去都可能會很辛苦 去找一些東西 很辛苦 而且很多時候 老師會叫你出來讀書 其實很害怕 即是 即是 剛才我們只要專注 我可以直接說 那裡的老師 會專注在表現好的同學身上 那也是 很嚴重的 即是 叫什麼 断層 不是叫針對 也不是的 有點偏心 例如你頭10名 那10個同學 他們會很專注去教他們很多東西 如果20個同學 你很多東西 但可能在老師的角度 可能是因才師教 即是你聰明 那你就教多一點 你還沒得 那你就學了 你還沒得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你很多東西 如果你表現上優秀 其他同學 你就是那10個 是啊 所以學校表現是很重要 因為老師是真的會注意 類類外外的 你不用說讀書 一定要很高的分數 但如果可能 不是的 你讀書的音很準 很好聽 聲音懂得去讀 那老師會說 下次浪重 不如你嘗試 因為我知道 有紋身 畢業的那些 要講詞 全部小朋友講的 他全部都要interview 全家學校interview 即是所有任何事情 自己學校裡面 很多interview Good discussion 為什麼我要選你 學校裡面自己已經有 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重要 變成如果那個時候 你特別有一件事強 就算你的成績不太好 他們都會給你很多機會 可能我小時候跑得很快 所以那時候 都可以的 在PE方面 他們會給我更多東西 還有我art 可以的 到我讀普通學校的時候 我所有事情都考第一名 因為在名校裡面已經訓練到 我不是最優秀的人 但我在普通學校 我是最優秀的人 但我覺得有個題外 多值得大家談論的事情 就是 你寧願在一個學校裡面 可能是成績很好的學校 做一個 最後的學生 還是在一間 成績不太好的學校裡面 做一個頂級的學生 其實如果幼稚園和小學 我沒有小朋友選擇 就應該去到中學 就真的有得選擇 我看到升中 因為我那裡都是九龍城區 全部都是幾間傳統名校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 到六年級 他們很強勉強 我一定不升回自己的學校 即是名校的幾間學校 是的 我要升回一些有男女 因為他們很多是男校女校 我要升回一些男女學校 可能家長說 不要逼小朋友 然後讓他們升回 但其實讀得好很多 是很有信心 平時英文永遠都不合格 但突然英文是最高分的那幾個 是一專輯第一名 我出來連續三年 我一問生出來連續三年第一名 即是可以出來 代表全班表演什麼 是英文 即是回溫方便可以朗重 所以就會好一點 反而家長就會覺得 這樣選擇也不錯 小朋友有信心 就會越讀越好 不會越讀越差 應該要有信心 應該同意在比較平常的學校 做好一點的學生 但我覺得幼稚園就盡量 讀一點 其實幼稚園和小學 越小時候的教育是越重要 越小時候的教育是越重要 越小時候 因為你其實不知道 小朋友的潛力去到哪 為什麼你不給最好的東西 原來試了他不行 我們才想 即是我 我的愚見 我覺得如果他不行 那你再想第二個方法 但如果他可以 即是他是OK 那是不知道 我看到我表弟 他好像平時 小時候是超級頑 然後升到也是傳統名校 MASA那間 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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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在說話 他不會聽老師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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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裡走 最頑皮的全班 但可能完結了課程 他可以告訴老師 老師說什麼 然後他就年年考第一 拔尖上大學 你不知道 媽媽是說 我也不知道 我兒子 總之他是頑皮到瘋了 他又不聽話 他又不用讀書 但他永遠第一 總是有一些人 對 但你會不知道 但我覺得要給小朋友試 但信心 我覺得很多時候 學校給不到 所以要自己後天訓練出來 因為學校太多人 學校太多人 會特別留意你一個小朋友 但反而去到中心 補習社 你可能群組都是十個以內 小班 小班 變成老師容易和小朋友 注意到他 因為小朋友都很想大人去注意 或者稱讚他多些 但你這個班 是否接下來還會舉辦比賽 接下來會先開班 你先說說整個流程 其實接下來 我們會招聘了一班小朋友 我們要有Casting 首先Casting 就像南媽媽說的 可以我做Casting 對 我最近盤內露獎評判 Casting了一些小朋友 先看看他有沒有可能 去做這件事 如果可以的 其實我們會有個訓練給他們 然後整個訓練 我們都會錄製 亦都有化妝師 有status 以及有cameloman 我們都有幾隊隊員 一起跟著 跟著小朋友 有些是個人 有些是認花水 是 然後完結後 我們會給一半 好像寫真 這樣 CD 就是產品給他 對 給家長做一個紀念 對 如果他們到時有機會 我們都會安排他們 去一些廣告 或者電台面試 OK 希望可以另類一點的小朋友介紹 因為我們都會給家長一起參與 其實家長也可以 可以上去做模特兒 可以 可以 我會教 希望可以親自多一點 即是互動一點 跟家長 不是 那個小朋友回家說 今天老師教了你什麼 你要擺褲子 說給家人聽的時候 家人可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家長都在 回家 他可能可以再把這些事 去教孩子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挺好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家長很流行 喜歡扔下小朋友 自己就 他很流行 扔沒有iPhone 或者扔沒有iPod 給他 他就可以有清晰的時間 其實我很不喜歡這樣 我覺得你應該是珍惜小朋友成長 不要說每一分 我們都要給他們一些時間 自己獨立一點 但我都要珍惜那些時間 所以我想我們開的一些 關於口才才藝 或者不關於學術性的班 其實家長會一起參與 因為一來他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不用質疑我們 你們有沒有教過小朋友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自信心的東西 你很難去評定他 我覺得他很有自信心 我覺得他還未夠 我覺得他50%不會 如果家長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就會見到小朋友 就是有一個不同 每一次都有一個不同 以及立刻表現給他看 如果不是小朋友還未成功 其實家長也有責任去幫忙 有時候家長覺得很容易做的 然後他不一定做到的 我們就說不如家長一起進去 我們一起幫你拍親子照 媽媽就會知道那個是很難的 其實是讓他感受到小朋友 不要用雜碼 因為我不喜歡家長用 看別人家長用 為何不可以 我就很不喜歡家長這樣說 不如你試試賣 他們就會知道難度在哪裡之後 他們就不會有那麼多比例 但什麼時候開始 現在開始了 我們現在收到面試報名 面試報名 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會把連結發放到我們Facebook 有什麼可以找我們去看看 可以可以小一點 三至八歲 三至八歲 呼籲一下 三至八歲的小模特兒 三至八歲的小模特兒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有一個親子 有玩 可以見到我們主持Niaomi 教一下小朋友的姿勢 Casting的秘訣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Rita來上來幫忙 Sawadika Sawadika 說是我們有祝你上來再說東西吃 有沒有其他東西吃 如果我肚餓的時候 好 謝謝 Bye Bye Bye